如果看的是这个唱歌跳舞的影片呢 真的是很容易分心 而再来看的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出访南韩最后一天 则是到了首尔最大的经济公司SM娱乐 他边看韩国的练习生跳舞 就边认为呢 韩国连培养明星都很专业 可是被问到认识哪些韩国明星 柯文哲说呢 这数一数呢好像只有少女时代 但是他还有一个大任务 就是帮女儿带礼物 听着韩国练习生跳舞看得好入神 台北市长柯文哲拜访姐妹是首尔 参观韩国三大经济公司之一的SM娱乐 但是自称是LKK的柯文哲 真的有看懂吗 用两个字做感想 专业 他问他培养明星 听起来简直就是心理学的那个 用那种心理学的方式在训练那种大明星 他说我们不是 我们都先看他能不能在整个亚说会popular 他不是说我们问 他不是说我们 他会不会在韩国popular 我找了 所以他一开始在选人的时候 就已经是远光放很远了 柯文哲看着韩国引以为傲的娱乐事业 为之惊叹 SM董事长经英敏全程亲自接待 担任导览员 带着柯文哲放大眼睛 用力瞧仔细看 就像艺人一样 他们也是主任 柯平远赴观摩这间明星补习班 文化局长尼崇华还在一旁帮忙恶补 柯文哲到底认识了几位明星先来随堂测验一下 出门没忘记要带礼物回家 南韩出访的最后一天 柯文哲却依旧语中心肠 政府要建立一个平台 让产业在上面可以很容易发展 所以要回答题目就是说 我们要思考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的平台 比方说建立一个什么的基础 让台湾的演绎产业可以很容易发展 台湾有没有办法复制SM模式 得有中央政府配合创造完整的产业链 柯文哲来一趟南韩观摩市大运 看产业让柯文哲感触更深 月亮TV尤家伟深重配在韩国首尔的采访报道